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兩宗與印度有關的消息 第一宗消息 目前印度疫情就相當嚴峻 有見及此 美國就決定了要向印度提供阿斯利康疫苗作為援助 以解言微之急 印度總理莫迪在收到這個消息以後 馬上就在社交平台上答謝 說了一些感激的說話 大陸有媒體竟然抱怨 說莫迪第一時間多謝美國 但中國都有提供援助 又不見他說半句多謝說話 原來這樣也有得抱怨 第二宗消息 中國政法委新聞網站官方微博 近日發表的一張圖片 就引來了外交風波 為什麼呢 原來那張圖片有個名堂 叫做中國點火 vs印度點火 這張圖片分有左右兩邊 左手邊 就是中國的 火箭發射現場 火箭底部有點火 中國點火 相當正面 右邊 就是有些印度的工作人員 在火化 那些圍體 那些圍體相信 就是近日染疫死亡的人士 這個就叫做為之印度點火 就相當負面 這張圖片一出 連大陸的網民 不少都看不過眼 紛紛在微博下洗版 居民印度駐華使館還作出了投訴 這張圖片到最後就是刪除了 但仍然是如波未了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為什麼大陸媒體會抱怨莫敵 實際上 印度 獲得了十多個國家的援助 不只是說中國、美國 比如說 英國和法國 分別都有向印度提供了呼吸機 和製氧機 至於中國也宣稱 向印度提供了800台製氧機 很多國家都有份 遲緩印度 問題就是 其實印度總理莫迪 對於其他國家的援助 都沒有在社交平台上表達半句感激說話 當然你可以認為 莫迪就是為之大勢超 只是感謝美國 沒有感謝其他國家 但是 在其他國家也沒有發聲的情況下 為什麼大陸有些媒體 會在網易上 寫一篇文章 說對於中國的製氧機 只有一些字未提 這件事其實是很小加的 做善事 一般來說 不是為名 不是為利 而是為了 真的向被援助的人士表達出一番心意 是令到他 有個心來感恩 令到他心願成福 來向你表達謝意 這才是有用的 不是說 凡你提供了什麼給他 他也要在口上 多謝你 這就只會是流於形式主義 老實說 無論是一個國家也好 或者是一個人也好 你做了一些好事 你幫了人 其實那個業力 是會跟隨著你 累積下去 至於對方是否感謝你 根本就不要緊 在你幫了人那一刻 就已經是發揮了作用 如果你是真心來幫人的話 當然有很多人幫人其實都不是真心的 可能就要在歷史上流明 或者特地來做給別人看 從而提升自己的威望等等 尤其是華人做善事很奇怪 往往都喜歡流明 大家看看以往 凡親那些廟宇 或者是祠堂 當他翻修的時候 善掌的方明 總是要在石碑上 全部都作出來 誰捐了多少兩銀 諸如此類 這些就是 中國式的做善事 這麼多年以來都是這樣的 就算 電視台搞的那些捐款節目 也是 下面有一個酒馬燈 誰捐了多少錢 真是很糟糕的 至於中國對印度捐助物資 是為了求什麼 只有他才知道 然後 我們就看看一宗 抗疫羅生門事件 印度時報報導 就說 隸屬於四川航空的 四川川航物流公司 在上星期發出了通知 暫停了六條貨運航線 包括 發出的就是西安前往德里 這個航班 以應對印度疫情的突然變化 減少境外輸入病例 報道還說 這個 四川川航物流的航班暫停 使印度 向中國訂購氧氣機的代理商 大為意外 並且使得 當地急需醫療物資的情況 造成了更嚴重的影響 需要透過不同的航空公司 把物資轉送到當地 另外 印度時報有指控 說有中國供應商 大使 控制物資的價格 在疫情當中 謀取暴利 相當不人道 至於 中國駐斯里蘭卡大使館 反駁 有800台氧氣機 已經從香港送到印度的得利 接下來這個星期 還會多一萬台 中國密切地跟印度接觸 來應對印度的緊急需求 到底中國有沒有幫忙 印度方面就在這裡吵擦天 大陸就說不是的 正在幫助你了 接下來還有一萬台 這就變成了羅生門 我唯一感到有疑問的就是 為何說有800台氧氣機 是從香港送到印度的呢 照計 特區政府又沒有參與這個 支援行動 800台氧氣機 就應該在大陸 直接送到印度 不是比較直接嗎 為何要經香港呢 又不是香港生產的那些氧氣機 是不是 這麼奇怪 大陸有什麼不方便 是要取到香港才能送過去呢 是不是擔心印度的疫情嚴峻 所以就沒有直航機 正如印度媒體所說 那就不清楚了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 另一宗消息 就是關於 中國長安網 所發佈的一張圖片 引起了網絡上的論戰 以及外交風波 中國長安網 其實 是中國政範委新聞網站 官方微博 他們那張圖片 剛才我們就描述了 分了左右兩邊的 就叫做 中國點火對印度點火 這個hashtag是什麼呢 就是印度單日新增確診 超四十萬例 很明顯 這張圖片 就是用來嘲諷印度的疫情嚴峻 抗疫不力 是有這個意味的 其實這張圖片 就算在大陸網民的眼中 很多都認為 是太過了 因為你沒有理由 去貼別人的消失的圖片 出來 豈不是在別人的傷口上 灑鹽 你只是揭露別人的創疤 所以很多大陸網民 就洗版式的留言 多數都是反對 他這樣貼這些圖片 有網民就說 一個國家 有沒有必要 這樣來 情口竊之快 不好 淪為其他國家的笑話 有些說 幸災不仁 勞倫不義 另外有個說 比起 前幾任虛情假意的 吹噓大國擔當 這屆領導班子 就選擇徹底的放飛自我 如果這張圖片 是由一般的 大陸微博網民 小粉紅貼出來 我就覺得沒有什麼特別 因為那些小粉紅 就是喜歡貼這些風格的東西 你作為一個官方微博 有不同的說法 因為你是有一個官方的身份 沒理由貼這些圖片出來 就算是戰狼外交思維主導 也不是這樣說話 上次趙立堅也撞了板 貼別人的神浪川沖浪裏 改了別人的浮世繪 變成了賭女客廢水 在大海上 已經被別人的外相 茂木敏聰 走出來 嚴正交涉 反對 現在又貼這些圖片 是很無謂的 所以有些大陸媒體就質疑人家為何印度方面 對中國的態度那麼冷淡 中國提供了那麼多支援 也沒有半句多謝 別人看見你這些圖片 怎麼多謝得下才行 這麼涼薄 是不是 坦白說 就算作為官方微博 你要 調刊印度是沒有問題的 你調刊莫迪 諷刺莫迪 你批評他也可以 但是你這樣去貼這些圖片出來的時候 那些是平民百姓 人家會怎麼想 據說這一則貼文引來印度駐華使館的抗議 後來已經刪除了 但是 網民的怒火繼續 很多人就周圍去留言 反對這一張的圖片 另外 有人反對當然有人支持 其中一個支持的人 就是復旦大學的沈日教授 這個沈日教授又說了什麼 他說 人道主義 人類命運共同體 都是需要的 但是印度這一種妖艷戰課造派 引起的脾氣 都是要有的 至於聖母表 要刷情懷 請去印度燒柴 說完那些東西也是冷血的 什麼為之聖母表呢 就是說 沒有原則 什麼都包容人家 就叫做聖母表 類似這樣的意思 胡錫進 這次可能聞到糯米 他 回應了這個沈日教授 他怎麼說呢 他說普通中國人 當然就沒有必要做聖母表 但是 官方機構的帳號 應當在這個時候高舉人道主義的大旗 表達對印度的同情 將中國社會牢牢置於道義的高地上 這不是聖母表 這是任何中國官方機構應有的態度和表現 這條微博的拼圖和文字 普通人法代表個人 沒有問題 但是官方機構帳號必須克制 以這樣的方式薄流量 胡錫進說 不認為是官方機構應當做的 這個胡錫進根本上 不知為何難得清醒 或者 連胡錫進都過不了自己的關 太過離譜 貼別人消失的圖片 然後就說 以比對中國為之是偉大的 已經是火箭升空 印度就在這裡燒這些東西 其實除了一時的快感之外 又有什麼意義才行 你要印度的人民 打從心底裡尊重你 要心願成福的話 當然要少說這些無謂的事 正如胡錫進說 他也會說 你在這時候當然站在道德諸峰 說如何 支持你什麼什麼 當然是說那些大老東西 虛偽一點也不怕 尤其是官方的微博 所以你哪裡怪得莫迪姆多謝中國 如果他真的去多謝中國的時候 隨時被印度的民眾抹擦他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